你有没有看过露天电影 现代化、都市化之后 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少见了 在希腊 露天电影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1960年代 光是在希腊的首都雅典 就有超过600间露天电影院 随着大型电影院的兴起 露天电影院虽然减少了 但是没有消失 因为当地人说 在希腊人心里 露天电影是无可取代的 调整电影放映机 将胶卷放进正确的位置 86岁的Pratagas 跟他的父亲一样 都是电影放映师 Pratagas在希腊雅典 一间露天电影院工作 这间电影院开在屋顶上 过去60年 这个声音提醒着观众 电影即将播映 请赶快入座 60年代 是湖外电影院全盛时期 当时光是在雅典 就有超过600间露天电影院 虽然现在减少到只有90间 但是在雅典 夏日露天电影 早就升值人心 很多人以为90年代的电影剧院 会完全取代在户外看电影的方式 但是历史证明 露天电影院屹立不摇 许多露天电影院改装 增加新的器材 也播放院线片 但是声音和影像 还是比不上现代剧院 不过有些电影 就是要在露天电影院看 才有感觉 像是在雅典未成 看希腊神庙纪录片 夏天有机会到雅典 像一个希腊人一样 看场露天电影吧